台中市副秘书长赖淑慧 社会局长彭怀珍 家防中心主任侯淑儒 及台中市防暴中心委员黄瑞儒 共同拿着防暴外送标语牌子 宣告启动防暴宣导手册 宅配道府行动 响应11月25日国际终止妇女受报日 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与树香关怀协会日前 在台中公园举办 防暴外送安全到你家 大型宣导活动及记者会 全国首创与外送业者Fu Panda合作 防暴资讯宅配道府 希望在民众享用美食同时 也能同步吸收防暴知识 让家里面的暴力能够布绝 所以我们今天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希望透过外送品牌Fu Panda的一个合作 让外送员能够将我们的服务资讯 送到每一个订餐的好朋友家里 希望借着外送食物这件事情 强调的我们也要把安全外送到不同的地方 麻烦我们Fu Panda能够更在这个方面呢 使所有的家庭暴力的这个事件 性侵害的事件 儿女的事件 亲密关系 老人虐待事件 都能够进到我们服务的体系当中 防疫也要防暴 其实我们的Fu Panda外送平台这边 就是把我们的美食跟我们的一些防暴资讯做结合 最主要是让民众能够养成暴力灵浓人的社区意识 也要感谢台中市政府跟台中市家庭暴力防治中线 还有Fu Panda一起的努力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其实在家里点餐 这些资讯就带到家里 那他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协助他知道的这个受暴的人 共同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 透过我们这些热情的外送伙伴 可以把这个资讯送到家 然后如果发现异众的话 他们也可以来协助做相对应的通报或处置 台中市家房中心邀请家庭暴力 防治网络的各单位机构 在现场摆摊宣导 跟参与民众互动玩闯关游戏 另外还有DIY区 让参与的大小朋友制作特色手工艺品 而在游戏区 由家房中心培训的防暴规划师们 也带领民众 透过防暴大富翁 桌游学习防暴知识 唤起民众暴力凌容忍的防暴意识 报新闻报记者台中报导